昨天我们到宜兰南方澳 那么我们在南方澳的一个 制高点往下看 渔港的一个港湾的一个情景 其实我们在印象里面的一些元素是 渔船 然后是当地的建筑物 然后当地啊 黄坡体啊 叫错的黄坡体 要让船靠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些小岛穿梭在当中 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印象 把它综合 如何把它表现成 有台湾面貌的一幅筛水画 那这个是画宜兰的南方澳里面的一个渔港 那我在画的时候 我用大的笔 先把山脉大体上的笔触 先把它大体上配置一下 我刚刚有跟同学分享 就是说 你在画的时候 其实你先抓住画的主旋律 你的主筹准备怎么搭配 把这个主旋律先把它抓到以后 然后里面再去填充 先填它的内容 它内容可能是建筑物 可能是树 可能是平岩 可能是公路 这些现代的元素啊 把它加进去 那画面上 那整个色系是 很缤纷了 是互相呼应 是融合了 所以我在上色的时候 我不会说 完全哪个天把它上了很准 不会 我这边上一点 这边上一点 在画面上它的颜色 自然就互相呼应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油画的优点带进来 可是其实我们在画的同时 我一直牢牢地在注意一件事情 注意什么是中国笔区的虚伪性 你看像这种很血液的大的笔触 我都会尽量把它保留下来 像我大概有血液 我都把它保留下来 然后用其他的地方来称它 我们最近在分享一个观点 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欣赏一首音乐 然后全部都是高音 你会受不了啊 有高有低 也就是说这张画里面要 有的是墨块 有的是韵味 有的是留白 有的是线条 不要在某一方面 特别去强调出 用没有特别的想法 要不然可以让它在画面上 更完整 更完整 我们用现代的题材 画蓝封号的遗岗 那么我们也不要那么刻意讲 一定要是画哪一个地方 都是有那个地方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加上印象两个字 我觉得这是画画 让你自己有更大的一个 伸展一个空间的 一个思考的方式 今天跟大家分享 来吧